新香会北约客店周年庆 新增菜色有香辣鸡碎骨 麻辣香水鱼 干烧小黄鱼 陕西凉皮 辣汁肉夹馍 特色菜更有 招含水煮鱼 大王蹄花 王氏鸿烧肉 串鱼小肥羊 新派川菜 传统新菜 新点小炒 尽在新香会 施加宝链 329011F0 Unit1 电话7167548810 北约客店3875 达Misro 电话647288899 在长达约10分钟的电视讲话中 萨利赫表示 他欢迎与反对派建立伙伴关系 和多元化的政治格局 并针对持续数月的反政府示威活动 寻求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认为了解决 我们在设计 我们在设计的关系 在设计上的关系 我们在设计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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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利赫还强调自己依旧不可动摇 并发誓将对抗所有的政治挑战 关于自己的伤势 撒利赫说他一共做了八次手术 主要治疗他在爆炸事件中的烧伤 和受伤之前相比 画面中的撒利赫面容消瘦 脸上的烧伤疤痕清晰可见 他僵直地坐在一把椅子上 双臂都缠着绷带 法新社评论说 几乎难以辨认出画面中的人就是撒利赫 这是撒利赫在总统府遭炮击受伤后的首次公开露面 6月3号 野门首都萨纳的总统府遭到炮击 受伤的撒利赫于随后前往沙特接受治疗 今年年初以来 野门局势持续动荡 反对派在首都萨纳等地 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 要求萨利赫下台 随后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发生激烈冲突 野门一度面临全面内战 萨利赫受伤离开野门后 有政治分析师曾乐观地认为 濒临内战的野门即将迎来转机 野门反对派借此契机 竭力阻止萨利赫回国 并要求县政府立即移交权力 与此同时 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也频频施压 敦促冲突各方停火和谈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反对派除了一再高喊 要与县政府战斗到底等空洞的决心之外 始终没能够拿出一个确定的革命路线图 甚至对于野门未来的政治制度 反对派内部也不能达成统一 另一方面 野门政府坚持要求萨利赫商与回国后 在谈判权力移交等问题 萨利赫迟迟不能回国 野门局势进程也由此陷入僵局 这次萨利赫露面之后 即表示欢迎与反对派建立伙伴关系 又誓言将对抗所有的政治挑战 所传达的信息依然模糊 野门媒体据此分析称 未来野门局势的走向最理想的结果 是美国和沙特成功劝服目前在沙特就医的 萨利赫放弃返回野门 放弃权力 而最差的结果 就是萨利赫回国后 报复诈伤自己的人 最终导致野门全面内战 另外 萨利赫也可能返回野门 签署退位协议 反对派由此上台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 即便是反对派最后掌权 如果在组建政府过程中 忽略了萨利赫支持者的利益 野门仍有可能爆发内战 利比亚反对派军方指挥官 哈利法·哈佛特 5号向路透社透露 反对派的军队正在向首都迪利波里推进 短时间内 反对派就能攻下迪利波里 他同时表示 反对派并不希望 北约对卡扎菲的住所进行轰炸 而是想正面与卡扎菲交锋 然后把他交给国际刑事法院 接受审判 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报道 虽然现在利比亚首都迪利波里 从表面上来看 还是在政府军的控制之下 但暗藏在城内的反政府武装人员 正在发动一场隐蔽的游击战 并正在给卡扎菲政府 带来越来越大的威胁 由于在几个战线上 和政府军展开拉锯战 进展缓慢 反政府武装希望通过 在迪利波里的地下战争 拖垮卡扎菲政府 不过目前利比亚政府方面 依然坚称迪利波里 在卡扎菲拥护者的保卫下 固若金汤 在迪利波里外围 反对派6号表示 位于米苏拉塔的反政府武装 当天成功地将战线 向西推进了20公里 进一步向首都迪利波里挺进 同一天 数百名反政府武装人员 对迪利波里西南方向的山区 发动了攻势 并且成功地夺下了一处 此前由政府军控制的军装 从东侧向迪利波里逼近 而在东部城市布雷加 双方对峙的胶着状态 已经持续了数周 但反政府武装正加快 从埃及达比叶 向布雷加的推进速度 贝鲁斯科尼当天说 自己一直反对 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但由于某个欧洲国家 以及意大利国内的压力 才被迫同意 路透社报道说 意大利国防部长拉鲁萨表示 今年下半年 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的费用 将从上半年的1.42亿欧元 下降到6000万欧元 意大利诸塞浦加里波地号 航空母舰 以及三架飞机已经撤回 法国一直积极参与 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但法国国防部长日前透露 法国国民议会将于12号 就是否延长 法国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时间 展开辩论 法国空军和海军参谋部曾表示 如果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持续下去 法方将面临人员和物资短缺的问题 7号美国众议院投票决定 禁止国防部 向利比亚反对派提供军事援助 包括提供武器训练和顾问协助 但不会切断 对利比亚军事行动经费 尽管北约发言人 瓦那伦杰斯库 7号强调 相当数目的北约成员国 已经同意 向军事行动提供更多支持 以此来显示 北约内部的团结 但是分析人士认为 高昂的作战费用 久拖不绝的战事 各成员国国内政治的智轴 都使北约内部的分歧 日益扩大 虽然分歧严重 但北约上周仍然宣布 将加大对利比亚政府 军事目标的打击力度 打击目标包括政府军部队 以及其主要通讯网络 6号 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说 根据统计 自空袭开始至今 北约联军已经摧毁了 超过2700处 利比亚政府军的军事目标 美非两军消息显示 本次联合军演 在菲律宾巴拉旺省 以东的苏陆海展开 演习分为海上和岸上 两大环节 包括舰炮射击 联合作战等内容 此前 非军方发表声明说 联合军演 依据两国1951年签署的 共同防御条约举行 必在加强两军合作关系 但菲律宾民间 则发出了质疑和批评声音 左翼团体新爱国联盟 发表声明说 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和美国军事援助 非但为使飞军实现现代化 反而使飞军更加落后 就在美非军演落幕之时 日本朝日新闻8号报道 美国和澳大利亚海军 以及日本海上自卫队 9号将举行联合军演 地点是濒临南海的 文莱敬海海域 具体训练内容 目前还在协调之中 这也是美日澳三国 首次在南海附近海域 举行联合军演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说 日本海上自卫队 岛峰号护卫舰 以及美澳海军军舰 已经抵达文莱 受到达文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